王储钦在战约齐克 不料决胜局出现这一幕 引得全场观众都沸腾了 2023新乡冠军赛激战正憨 相信大家都十分关注 国拼选手相继进入八分之一决赛 南单方面 马龙在第一轮熬战58分钟 3比2险胜瑞典好手卡尔伯格 来到第二轮 34岁的国拼老将 以一比三不敌中国台北21岁的林云如 虽然龙队无缘八强 但在比赛中龙队打得十分顽强 可以看得出来龙队对于胜利的渴望 而日本的三号种子选手张本之和 以一比三赋予韩国选手林忠勋 暴冷提前出局无缘八强 国拼的另一位选手王储钦 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二轮对手达克 约齐克 王储钦能否顺利拿下比赛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比赛开始 王储钦就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 开局就取得4比0领先 约齐克通过正手 连续拿分追至5比5 自此两人便陷入了胶着 打得你来我往 一直打到9平 随着王储钦抢约齐克回球出界 王储钦率先拿到赛点 最后12比10王储钦先赢一局 王储钦在战约齐克 不料决胜局出现这一幕 引得全场观众都沸腾了 比赛第二局 王储钦整体的节奏感觉不是很流畅 约齐克开局取得5比1领先 随后王储钦捉住自己的发球 追至6比4 不得不说约齐克今天球的质量打得都挺高 很快就把分差拉大到9比5 世界第二的王储钦在逆风的情况下十分冷静 连追四分战至9平 在局点的关键时刻 王储钦非常专注 接连两个抢攻得分 12比10逆转拿下第二局 王储钦在战约齐克 不料决胜局出现这一幕 引得全场观众都沸腾了 来到第三局 约齐克今天状态也是非常好 一直紧咬比分 双方开局三平 但随着比赛的深入 王储钦慢慢找回节奏 对球的衔接比前面两局流畅了很多 连拿6分 据奇克最后也是深知自己大势一去 和王储钦表演了起来 最后11比4王储钦再赢一局 大比分3比0取得胜利 成为国平男队首个晋级八强的选手 在四分之一决赛进后 队友梁庆坤 关注我 带大家看更多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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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